歡迎收看小熊老師 陪你教數學 那我們先來看看這個 之前留下來的問題 像這一題 作業裡面的這一題其實很簡單啦 那他只是要訓練大家利用這個 看到中文的題目 然後來去自己畫圖的能力 三角形A B C中 帶大家畫一次 三角形A B C中 D E F 分別在 A C A B 和 B C 上面 那也就是說 D 在 A C 上 不要看到就 哇 就是沒有那麼誇張啦 D 在 A C 上 那不知道在哪裡齁 所以 先隨便點一下 等一下要改再改 E 在 A B 上 然後 F 在 B C 上 對不對 接著他跟你說 D E F 是平行四邊形 這樣子 這樣子 那要維持他是一個平行四邊形的話 就這邊要跟這邊平行 然後這邊要跟這邊平行 這樣子的 這樣子也還不固定就是拿兩條線喔 注意這一點齁 因為他也很有可能是 比如說 在 D 一點的地方 所以說 並不是說 我就是知道是哪一條 所以我就畫了這樣 不是的 我們也是畫一個大概啦 就是說 符合到目前為止符合題目的線 也有很多 這一點可以跟學生說明一下 有的時候學生會 不清楚 就是說老師只是 畫一個大概的圖 那學生看到老師 也看到題目就開始做圖 他第一個念頭就是說 我怎麼知道他畫這樣 我怎麼知道三角形是這樣 老師你三角形為什麼不畫成比如說盾角的 對不對 比如說這樣子 對不對 那也有可能這樣啊 然後平行平行 當然是有可能的嘛 對不對 那就是說讓學生知道說 我們現在這個圖畫這樣子 不是因為 題目是老師出的 老師知道長這樣 所以我畫這樣 而是就是隨便畫一個 符合題目的意思 等一下假如發現 好像不對喔 這樣圖這樣畫不對 再調整 但是就是先把圖畫出來 然後讓學生知道 說不必要去想說什麼 我又不知道圖長怎麼樣 就是你看到什麼就畫什麼 接著他跟你說AD是 這個 沒有 剛剛沒有標 D E F 接著他跟你說AD是3X加3 寫大一點 然後CD是13X-2 13-2X OK 然後AE是6 BE是8 那求X和EF 那這樣其實還蠻簡單的嘛 對不對 好 你就會發現喔 就是乘比例嘛 所以怎麼樣 6比8是3比4啦 所以3X加3 比上 13-2X會是3比4 所以39-6X會是 12 X加12 18X會等於 123比4 27 X是1.5 OK 好 X是1.5 然後呢 這個 所以X是1.5 所以這一整條是 這一整條是多少 整條是 整條是 X加 26 算在旁邊 塞滿了 13 -2X加上 3X加3 所以是 X加16 X加16 然後 X加16是整條 然後他問EF 那這個EF比整條是 8比 14 就是4比7 所以他乘以4分之7 那剛才這個X加16 1.5還沒帶進去 1.5帶進去的話是 17.5 17.5乘以 更正是7分之4 這樣會是多少呢 17.5是2.5乘以7啦 剛剛好 可以嗎 那所以 他乘7分之4的話是 2.5乘以4 我就直接寫答案 EF等於10 這樣可以嗎 來看下面這一題喔 那這裡有個三角形那 他說這個 AF平行DG啦 這個本來 注意的時候沒有印到 那後來應該要改進去了 然後 跟你說這個BC是10 然後DG DG是3 這裡平行 這裡1比2 1比2 要注意喔 我們這個比起來 1比2 1比2 那如果要比這個的話是用2比 3 這樣就發現一個了 這個是2 對不對 你看 那 這裡好2比1呢 那 這個 我要提醒一點 就是說老師在解題目的時候其實不一定要很流利 就是說我每一個步驟都 順序都剛好抓對 寫著寫著答案就出來 不需要 我們可以用 學生的角度就是 我也不知道怎麼做 所以怎麼樣看到什麼就做什麼嘛 那既然我看到了2比1 那 總而言之呢 我們有一個比例嘛 就設一下 這個2A 這個1A 這樣可以嗎 然後勒 對不對 然後的話呢 1比1嘛 所以這個1A 這個也 1A 那我都會跟學生說 你看到什麼就寫下來 這樣你這個A寫好了 你這個1比1你就會比較容易想到說 那我也寫A 那如果你都沒有寫 就是你會一直在那裡空想會增加一點點的思考上的複雜度啦 那這個時候於是你看你全部看到對不對 因為你有寫下來你就會發現怎麼樣 4A是10 A12.5 所以他問的第一個 這個 題目沒改到 就要求A1而已 OK 那所以他問的第一個CG呢 CG就是 A啦 就是2.5 那第二個他要問A1 這一段 那我們已經知道下面這個是2了嘛 所以剩下來的就是如果我能夠知道整段 4-2 4就是A1 對不對 好 那所以說整段是多少呢 再去找找看 有沒有 平行線 平行線 有沒有 欸 1比1 對不對 1比1 那這個是1比2嗎 所以其實AF是6 所以A1是 4嘛 對不對 對不對 就這樣子 然後來看一樣是前面的問題 他說矩形這個是對角線 對角線上面有一點E 這邊是T形 那其實就是在暗示你這兩條是平行 可以嗎 因為矩形對角線總不可能是這兩條平行 對不對 所以是這兩條平行 這兩條平行的話他說 AC就是3 然後AB就是4 然後題目跟你講這裡比這裡是1比3 求EF 3 4 5 有沒有 不錯喔 然後勒 其實跟這個5沒有什麼太大的關聯 你要求EF 因為他是矩形嘛所以這邊是3的話這邊就是3 然後怎麼樣 3 1 3比1 所以這邊比這邊的話是 3比4 4 對不對 所以EF呢這個其實很簡單 他是4分之3乘以B珠 所以是4分之9 可以嗎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問題這也是很常見的啦平行線打一個叉叉 那因為這樣子的話這兩條他說AB平行C珠嘛 所以這個角相等 這個角相等 那這個就是 你要說AA相似也可以啦 他就是AA相似或AA相似嘛 然後呢這個AB比C珠是3比2 然後跟你說C是3 然後說D1是4的話 球B1 球B1 那會是多少呢那就是3比2嘛所以 這個 我們在比的時候對一下這個 雖然說你可能看得出來但是還是對一下對應角 這是XX的這個角 對過去 所以你在這邊呢3的對應邊是XX的這個角對過來 那4的對應邊是圈圈的對的這個 所以他要求B1的話就是沒有錯這個是對到這個3 所以是3比 B1 會是 這邊比這邊會是2比3 所以B1是 4.5 可以嗎 OK 然後一樣是上一次的問題 他跟你說這個角 這個角C會等於角BA珠 這樣子 然後 球AC多長 那像這樣的問題也很重要 這個一定要會 就是說 這樣子 我怎麼知道AC會多長呢 那一定是因為 可能可以求得出來才要問 那什麼情況下我可以求出來呢 我們目前學到 全等 或者是按照比例的相似 所以呢 很明顯 全等有點難 對不對 相似型的話呢 我們有一個角 我們有一個角 那所以接下來你要求的話你可能求AA相似或者是 這個SAS相似但你就要有邊長的比例 如果是AA相似的話除了這個等角之外還要有另外一個等角 你才會抓到那個相似型 那所以最常見的就是這個我們前面也看到過了 共用一個角 B 所以說在三角形AB珠裡面 和三角形 這個ABC裡面 那你會發現喔 AB珠跟ABC裡面角B共用 然後這個的角A對到的其實是這個的角C 對不對 所以要相似的時候你的腳要對到所以三角形 AB珠呢 相似於 那剛剛講的這個角A對到的是這個角C C 然後角B對角B CBA 可以嗎 那所以這樣子的話呢這樣這個問號到底是多少呢 那要解開這個問題的時候呢 我們 我們一樣 提醒這件事情就是我們去取那個 對應角 你要比這種很多人到最後這一步就一直不知道要怎麼做 那很簡單 取對應角 在 如果你 在圖形上不好取你就直接抓出來 這個我們前面都有講過 就是你在圖形上不好取就抓出來 A B 珠嘛 那這個紫色的就是這個尖角 然後 紅色是這個 對不對 這個對過去是5 這個對過去是3 然後 然後在大的這個 紫色的就是角C AB 然後紅色的一樣是角B 那你會發現在這樣這個三角形裡面呢 紅色的對的就是問號 所以問號對的是這裡的這個5 的位置 對不對 那然後呢 然後紫色對過去 咦 沒有東西 對不對 怎麼辦 怎麼辦 沒有關係 這個 至少我們知道這裡有8 這個8跟3合起來是11 這樣子 然後 這個對過去是3 這個對過去 這兩個AB是共用的 所以這題有一點點小難 你看 老師 就是我們我們就像學生這樣子 沒有看不出來 那你就會發現怎麼樣 又是我們前面講過的一件事情 就是說你如果沒有辦法把答案直接看出來呢 社會之數 那我都 我都一樣好因為有的時候老師追求就是背課啊 就是說我每 每一題我一定要 要事先準備過 那當然老師我也是每一題有事先準備過 可是我不會追求就是我一定要很瞬間的解出來 你有時候讓學生知道說我們怎麼樣去慢慢的想出這個題目 其實也是很重要的 如果老師每次都在學生面前展示就是這一題就是怎麼樣你看這個乘多少那個乘多少就出來了的話 那有時候學生反而會有一種就是我怎麼看得出來你是老師我不是老師 那所以像這樣子 看不出來對不對 我們就曾經講過這件事情 就是你看不出來的話 設一個未知數 我們在這裡設一個 這個 X 那於是呢我就可以知道怎麼樣 OK 我沒有數字當然沒有辦法參與比 可是我有數字的呢 空的這個角 對到的是X這邊對的是11 然後紫色的角這邊對的是3這邊對的是X 所以我就可以知道X比11 X比 X比 我換顏色 這個空的我們用綠色 X比11 會等於 3比X 所以X平方是33 那因為X一定會正的嘛X是根號33 可以嗎 那X是根號33的話 所以他的邊長比呢如果我們以 對面的邊長比來說的話是3比根號33 那再來解這個 3比根號33 我寫這邊 3比根號33會是 5比 算了我寫在這上面 3比根號33會等於 5比問號 所以問號會是 3分之5 根號33 可以嗎 這是這題的答案 就是示範去 去循序漸進的去思考題目 像下面這題也是一樣 這題又比 這題也是有點難 這裡4比 6 那 也不是4比6就是4跟6 這個是5 對不對 這個Y他問你腳Y他說腳C27度 然後腳A105 球腳Y 球Y 他球腳 球腳就代表說如果即便我們想要正相似也不能從這個腳正因為我們不知道腳 那我們唯一知道的有什麼 好像都沒有除了這裡 就是說如果你今天取這個跟大的是共用腳A 那這一題呢因為他有點難啦所以沒有錯給你一個小提示他就是從這裡解的 他這裡共用小A的時候也蠻難看出來的 這個A珠啊 A珠比 AB 4比6是2比3 那然後AB比AC是6比9也是2比3 三角形ABC和三角形AB珠中 角A等於角A 然後A珠 比 ABC吼 ABC裡面的AB 比AC 6比9 等於 A珠 比 AB 等於4比6 因為這樣子的比例一樣的關係所以 所以 三角形ABC會相似於三角形 那要注意到這裡又來了 我們要寫相似形包括等一下答案要答對 你在這裡一定要對齊 那怎麼對齊 我的建議就是說去抓那個對應邊 2比3 2比3 那你就會知道A珠對的是AB 所以A珠的對角是B 對到的是AB的對角是C 所以呢 大的這個ABC的C對的是B所以B對的是珠 A珠 B 這樣子 對才有對 那他問角Y 那這題就是說既然如此的話 你就可以知道角C等於角B嘛所以這個是 25 27度 可以嗎 那這個27 那這樣子的話 105跟27合起來是 132 180-132的話是48 所以這個角是48 那所以大的角也是48 所以Y會等於 48-27 等於11 Y是11度 可以嗎 這一題 這題蠻難的 那麼這一集的關鍵要教大家這個知識 當兩個三角形相似的時候所有的特別線段長度都會成比例 把這句話抄到你的筆記本上 那為什麼呢我們這裡來很簡單的證明其實這個證明還頗簡單 你相似的話你因為你會有角相等 所以你就把相等的那個角靠上去 那這個時候你這邊比這邊是這邊比這邊所以可以證明出 D1平行BC 所以因為 因為 三角形ABC相似於三角形ADE 所以D1 會平行於BC 那因此展開後續的各種證明 那也就是說這個時候你會發現如果我這裡比假設是2比1的話 那我小也就是小三角形跟大三角形的邊長比是2比3 那這個時候我在這邊上做高 那當然也會是 小的跟大的比一樣會是2比3 對就是2比1這樣 對不對 那所以說我一樣的道理我用把他移去另外一個角做平行就一樣可以得到他們的高都會是2比1 那如果今天我做的不是高我做的是中線 也就是說 這裡連過來這裡連過來 那因為中線會把這裡分成1比1嘛那你要取到像你這樣連下來他一樣依然會是相似型 因為我們剛剛已經證明這兩條線是平行的了 所以既然你這裡1比1這裡也會1比1 那所以他還是會維持那個等比例就是這邊比這邊還是2比3 2比3這樣 可以嗎 這都可以用很簡單的數學去證明 那一樣好角平分線你假如做角平分線做出來還是一樣會是2比2比1 也就是整個是2比3 那周長更不用說啦你既然三邊都是2比1合起來就是 把2跟1提 2比3合起來就把2跟3提出來就是2比3 好所以總而言之呢這句話記起來 如果兩個三角形相似的話所有特別線段長都會成一個固定的比例就是他們那個邊長比 然後下面 也因此 面積比就會是邊長的平方比因為面積是底層高啊 你的底是2比3你的高又是2比3 所以你的面積比就會是4比9 就是 應該應該不用寫吧 2A比3A嗎那個2B比3B嗎2A乘2B 是4AB 3A乘3B是9AB 所以面積是4比9 這是我們這一集要跟大家講的啦 那麼 這是作業啦 請問 這裡有5個 三角形 請問 甲乙丙丁 乙丙丁物 哪是 哪一 哪些啦 不只一個 哪些是 甲的相似型 想一想 這個很重要 這題很重要 這個 會考 就以前其實很喜歡考這類的問題 然後這個問題 有一個5號公路 這條是5號公路 甲乙丙在他的兩側請在5號公路上找出一個 找出一個社工車站的點 這個點到甲和道乙是等距離的 OK 有一條捷運輝線 有3號公路和4號公路 請在捷運輝線上面找一個點設公車 設那個捷運站 將這個捷運站到3號公路的距離和到4號公路的距離會是等距離的 那我稍微提醒一下 捷運站是一個點 點到直線的距離是 垂直的那個距離 那麼我們這集上到這裡